继续讲课 病气逆传 在这个135页 第一个自然段最后一句话 总结说 一日一夜五分之 此所以沾死生 上面不是说 疾病从哪受传于什么地方 舍于什么地方 传到哪一脏死吗 这举例是按时间来算 比如说一昼夜 把这一昼夜分为五个时段 每个时段和一个脏相应 这样的话也可以沾死生之枣木 沾就是侧呀 沾补嘛 就推侧 预测 所以每一脏和每个时段是相配的 因此可以推测 比如说肝致病 应该在什么时辰呢 应该在属于金的这个时辰 死亡 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认识 这样一个预测来 这个时辰呢 和这个脏腑的相应啊 我们在讲太阴阳明论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一下 提到一下什么呢 就是脾部主时 既旺欲四季之末 各十八日 那不也是按五十 把这个三百六十五天 或者一昼夜 分为五个时段 有那么一个分法 太阴阳明论上讲的嘛 我在当时讲课当中呢 也提到 后世在这个理论基础上 脾部主时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发展 那么 很重要的观点在哪呢 就在于脾主时啊 比其他藏所主的时间 要相对要长了 脾占三分之一 虽然是脾占了总时数的三分之一 但是呢 他按甘心匹配肾 按五个方面来看 具体是这样的 这不是十二臣吗 子丑银卯臣似五味 身有虚害 十二臣 十臣呢 与五脏 与五行的关系呢 是这么画的 木 银卯石属于木 那五脏来说呢 就是肝 按顺序是应该这么顺序啊 但是 亥子 亥子两个十臣是属水 银卯木 四五属火 当然就属心 身有是金 就属肺 亥子水 就是肾 两个十臣 与一个蛋相配 四季之末呢 是不是 木火金水 也是四个段了 四段之末呢 是这个 银卯末 后边是个臣 四五 后边是位 身有 后边是虚 害子 后边是丑 因此说 臣虚丑位 臣位虚丑 一般的习惯说法 是叫臣虚丑位 这个四个十臣都属土 土就属于脾胃嘛 所以啊 是这样一种配属法 后世在内经的 这个匹部主食的理论基础上呢 是这样一种认识 这个时辰之道了 我们曾经讲过了 比如从紫时算的话呢 就是现在的钟表的 夜里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这是紫时 两个小时 一个时辰嘛 这是五脏和时辰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沾死生之枣木了 比如说 刚才我说了病在肝 至其所不胜而死 其所不胜呢 肝所不胜是肺肺筋 肝木所不胜肺筋 所以到肺筋身有时 这个病是加重或者死亡 下午三点到七点 身有时费筋 所以肝病在那个时间 加重或者是死亡嘛 此所以沾死生之枣木 也那就是用这样办法 来推测哪一段之病 它传遍到什么时候 病是加重 或者是死亡的时间 这就是一种推算方法 但是你要按季节算 也可以吧 比如肝病啊 到秋天容易死亡 那是啊 肝属木嘛 其所不胜时是秋属筋嘛 肺病呢 容易在夏天死亡 因为肺属筋下属火嘛 其所不胜时是火嘛 所以它是举呀 一日一夜五分之 五分之 你按其他时间算也是可以 一天相当于一年四季 所以内经灵书经上 还有一日分为四十篇嘛 把一天就分为春夏秋冬四十 这样来看待 上面所说的就是内传 这样传变病情加重 往往可以出现死亡 所以说叫 至其所不胜 并来死 而且呢 按这个道理呢 还可以根据时间 一天也好 一年也好 来推测 疾病在什么时间 会加重 甚至于死亡 也就是推测 其所不胜之时 下面那个第二个自然段呢 就是讲 顺传了 和上面不一样 五脏相通 一皆有次 五脏是相互联系的 有一定的次序 由此即比 互相之间 是有一定的次序的 而五脏有病 各传其所胜啊 五脏有病的时候呢 容易传到他 所克所胜之脏 比如说肝病 容易传脾 脾病容易传肾 这叫各传其所胜 这就是顺传嘛 是相克传嘛 但是如果这样传变的话呢 我们可以应该采取 即时的治疗措施 比如肝有病 除了治肝之外 你知道健肝治病 治肝传痞呀 应当连肝 再痞一块痣 或者先健痞都可以 先把痞气充实起来 让肝气不能再传变了 这个治疗方法都是正确的 既治肝 要治痞 但是如果说不治 明明你知道疾病 要往那传了 你还没有治 那他要传了 病传可就要中了 所以如果不治的话 法三月若六月 若三日若六日 传五脏而当死 就是说三个月六个月 或者三天六天 五脏都传变了 也是要死亡的 尽管是顺传 顺传你如果不继续 不那个 及时的予以治疗的话 让他传变了 传下去 五脏都传变 仍然是很危险的 所以他有个前提 说是不治 法三月若六月 若三日若六日 五脏 传变五脏 也可以引起死亡 他的前提是 没有及时正确的予以治疗 但是这个三月六月 三日六日 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按日夜呀 日夜各传一脏 也就是一天传两脏了 日夜各传一脏 白天传一脏 夜里传一脏 那就三日传变 三日传变 那就三日死 如果一日夜传一脏 或者一天传一脏 六日传变 那就六日死 月份也一样 三月死是一气传一脏 一气传一脏 那么就六三个月就六气了 十五日为一气呀 节气嘛 一个节气十五天 一节气嘛 那么一气传一脏的话 三个月五脏传变 所以三月死 一个月传一脏的话呢 六个月五脏传变 所以六月死 它是根据病情不同啊 有轻有重 所以有的传 有的 有的以日月 以日夜来计 有的要与月来计 那是根据病情不一样嘛 病有轻重缓急呀 但是呢 如果你不正确治疗的话 它也在传 传来传去 传遍五脏 并使微动 上面说 是顺传 所胜之次 上面所说的这种传 是指的顺传 五脏之间的次序 就是按相克传的次序 比如说 肝病传痞 然后传肾 然后传心 然后传肺 然后再传之肝 好 六天 六个阶段 它是这样讲的 说是顺传 所胜之次 那么所以说呀 那个什么样的病情 可以判断是 死亡之期呢 根据什么来推断 是三月死 是六月死 还是这个 这个三日死 六日死 或者说这病 还没有到死的时候 赶紧治疗 用什么来判断呢 他说 顾约别于阳者 治病从来 别于阳 这个阳 就是说的胃气 别于阳啊 就是你能够从外向上 知道胃气 胜衰 多少 胃气 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了 这个叫 病情比较重了 失去三分之一了 病情就比较轻了 全部胃气了 那就很危险了 所以别于阳者 你能够知道胃气啊 胜衰的情况 治病从来 可以判断 疾病是从哪传来的 总之是相胜传吧 别于阳者 治病从来 所以在真脉的时候 特别 这个主要是真脉 因为本篇讲 预计真脏论吧 本篇是讲 切脉的问题 很重要是讲切脉问题嘛 别于阳者 就是可以判 可以知道胃气 可以辨别胃气的胜衰的 那么医生就应该知道 疾病是怎么传遍 别于阳者 治病从来 知道从哪传遍 别于阴者 治死生之妻 能够在脉下上 辨别出真脏脉了 哎呀 这个脉如熏刀刃 则则燃啊 这种肝脉 悬得可太厉害了 是肝病 肝的真脏脉间 这个阴 是指真脏脉 能够认识到 肝的真脏脉 心的真脏脉 脾的真脏脉 也就能够辨别 五脏真脏脉的时候 这样的医生 就可以治死生之妻 可以判断这个病人呢 什么时候严重 什么时候可以缓解 总之 治其所不胜而死嘛 所以这叫 别于阳者治病 从来别于阴者 治死生之妻 关键阳是说的胃气 阴是说的真脏脉 言之治其所困而死 为什么说治其死生之妻呀 其实就是说呀 知道治其所困而死 所困就是 其所不胜之时 甘所不胜之时 是肺诸的时间 言之的之字 太素没有这个字 就言治其所困而死 也可以 就言之治其所困而死 倒是没什么不通的 知道这个 悸病情的加重时间嘛 病情的变化嘛 判断育后嘛 所谓瞻死生之早目嘛 其所困 就是说其所不胜之时 那么这段呢 你看是讲的 疾病传遍问题 顺传和逆传的问题 这个传遍方式 教材的理论阐释 是讲的 五脏疾病的传遍方式 在137页上 这个 这一段呢 理论阐释当中 首先提到的是 一是逆行传遍 也就是子病传母 二是顺传 也就是相圣传 主要是讲了这个问题 然后 瞻其死生之早目呢 无非是按 五行相克 至其所不胜之时的问题 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 十二时辰和五脏相配属 举例了 那也是一种举例 可以预测疾病 这个 传遍的次序 和疾病危重的时间 所谓一日一夜五分之 所以沾死生之早目 这段就是这样 下面讲 第二段 第二段呢 是 讲的病有乙次传 和不乙次传 按次序传 和不按次序传 即病有的乙次传 就按着次序传 和不乙次传 上面我们讲的传 都是乙次传的 子病 继母也好 相克传也好 这还是 有一定次序相传的 但是这段呢 就讲了 有乙次传的 也有不乙次传的 或者说 除了上边所说的传遍之外 还有其他的传遍规律 我们读一遍 事故风者 百病之长也 今风寒 刻于人 使人毫毛避直 皮肤避而为热 当事之时 可汗而发眼 或避不人 肿痛 当事之时 可汤韵 寄火揪刺而去之 佛制 并入舍于肺 明曰肺臂 发壳上气 佛制 肺济 传而行之肝 并名曰肝壁 医名曰绝 邪痛出食 当事之时 可 暗若刺耳 佛制 肝传之痞 并名曰 痞疼 发胆 腹中热 繁心 出黄 当此之时 可暗 可药 可遇 佛制 匹传之肾 并名曰 善甲 邵府 邵府闷热 这写的是冤 当然你渡成冤吧 冤文字 确实写的冤 其实这个冤字呢 就是闷 就是没这个点 就这么个字 就融通我们在讲那个 阴阳阴相大论 也读到过这个字 齿肝 以凡闷 浮满死 那不也是这个字吗 所以这呢 是 少福 闷热 你渡成冤热也可以 倒是 应该读闷热 而痛 这闷呢 就等于咱们 教堪了一下了 出白 一鸣曰谷 当死之时 可按可要 佛日 甚传之心 并筋脉相隐而及 并名曰气 这气 还有一念志 一字两应 当死可疚可要 佛日 满时日 法当死 慎音 传之心 心计 复返 传而行之 沸 发寒热 法当 三岁死 此病 之 次也 然其 触发者 不必 置于传 和其传话 有不予次 不予次如者 忧恐 悲喜怒 令不得 以其次 故 令人 有大病 因而 喜大须 则肾气 称一 怒则肝气 称一 悲则肺气 称一 孔则脾气 称一 忧则心气 称一 此其道也 故病 有五 五五五五二十五遍 继其传话 传 称之明也 下面串奖 风者百病之掌 和我们前面讲的风者百病之始 是一个意思 风为阳邪 为六阴之掌 常为六阴之病先导 寒邪侵犯人 施邪侵犯人 等等 往往是先有风邪侵入 因为他的行罪数码 善行而朔变 所以他容易 悟恐不入 然后把其他邪系带进来 这是一 百病之掌 另外 风邪致病引起很多的变化 善行而朔变 变化很多 所以也说他是百病之掌 当然 本篇的意思 看来主要是说他是外邪呀 六阴之手 引导着其他邪系侵犯人体的意思 因为什么 下面说了 尽风寒克于人 首先说的是外感病 外感什么 外感首先提到的是风寒 侵犯人体 克于人就是侵入人体 正气是主 邪气是克 他叫克于人 其实就侵入人体 侵入人体 他有一个顺序 什么顺序呢 就是一个从表入理 这样一个 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 邪气深入的过程 首先是最体表的部位 使人毫毛臂直 毫毛先受邪气 汗孔收缩 而因此毫毛臂直 就是俗话所说的 起鸡皮疙瘩 一受凉 一受风 突然起鸡皮疙瘩 汗孔一收缩 毫毛直起来了 毫毛臂直 然后就皮肤 避而为热 皮肤就受到外邪清洗之后 汗孔就收缩呀 皮肤就密闭 同时就可以出现发热的症状 也就是说 胃气不能正常的宣散了 胃气不能正常的宣散了 所以就可以引起发热 当事之时 这个时候病在皮毛 从毛到皮 这最前表的时候 可汗而发炎 治疗的时候 可用汗法 来把这鞋发散出去 或者叫发汗的方法 用汗法 发散鞋气 因为在体表嘛 用发散一下鞋气 就去掉了 或臂不忍肿痛 这是说 如果没有计时的治疗 使病鞋深入了 深入到哪了呢 深入到经脉了 影响血脉了 皮毛没有治疗 影响到血脉了 使得经脉不通 因此出现臂 麻痹 血不通了 不能营养肌腐啊 皮肤麻痹不忍 这个臂不忍是麻痹不忍 不知痛痒 或者是肿痛 血脉不通 淤气而引起肿痛 影响不通 腻于肉里 奶生臃肿吗 可以引起臃肿疼痛 这主要是 邪气入于到血脉之中 使得影血不能通畅 不能温养皮肤 因此出现麻木不仁 或者是组织经脉不通 出现肿痛 看来病邪深入了 当事之时 说这个时候 当这个时候 可汤运济火 纠刺而去之 还可以用热水浸泡 汤是热水吗 热水浸泡 热水洗浴的方法 往外发一发 这还是偏语题表 或者是运 运法 把这药物蒸热了 煮热了 包在一个布袋上 在局部运烫 运法 即火灸刺而去之 或者是用针刺法 或者用艾九法 因为病已经到经脉了 影响到血脉了 所以用针刺 用针刺用艾九来去其寒 用汤热水 汤就热水了 内阴时候汤是热水 水那才是凉水呢 才是白水呢 说汤就是热水了 所以是病邪相对深入了 所以单纯的用一般的出点汗的方法不行了 用汤 用韵 用灸 用刺 还可以治疗 但是这时候还没有及时治疗 说佛治 没有治 那么病邪就要深入了 又深入到哪了 深入到肺脏 肺主皮毛 肺和皮表相应 所以首先外邪侵犯人体 从毫毛到皮肤到血脉 到脏 首先入到肺脏 这不是传吗 疾病传变一般的次序 这是 外邪侵入一般传变次序 首先传于肺 而出现的病症叫肺臂 臂就是不通的意思 将来讲臂症还要讲 臂的基本意思 就臂的臂 不通的意思 是肺气不能宣畅了 宣发速降功能都要受到影响 邪气吸血肺了 所以出现发咳上气 出现咳嗽 上气就喘气啊 咳嗽气喘 肺气不能宣发速降 因此可以出现咳嗽 可以气喘 这就是出现肺病肺脏的症状了 毫毛皮肤经脉到内脏 如果还不致肺气喘而行之肺 那就是按上边所说的啦 按上一段所说的这个顺传之刺啦 传其所胜之葬 肺而传 传而行之肺 今可目 传之肺以后病名叫做肝壁 肝壁 肝壁肝脏之气不通畅了 这叫肝壁 一名曰绝 喝着说叫做绝腻 绝就是腻 肝气不通畅 肝气就容易腻 肝气容易上腻 肝气还容易横腻 绝就是腻吗 肝气腻呀 肝气可以上腻 肝气可以横腻 一名曰绝 绝者腻也 邪痛出时 因为横腻 可以引起邪痛 肝经不两邪 肝经走邪乐 所以出现邪痛 木壳土 影响到脾胃 所以初时 出现呕吐 当事之时 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在肝壁的这时候 还可按若刺 或者是按摩 若是雨的意思 合着按摩 和针刺的方法 还可以 按若刺耳 当事之时 可按若刺耳 这时候 你还可以呀 用按摩 或者针刺的方法 治疗啊 佛治 还没有治 病 肝 传之脾 顺传吗 传其所剩吗 木壳土了 则肝传之脾 命名叫脾风 这叫脾风了 肝主风目之气 则病传之脾 叫做脾风 出现什么症状呢 脾风 发胆 发胆就是发黄胆 内经里头没有这个字 其实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字 胆 胆者热眼 那么具体常见到的是黄胆 发胆 发黄胆 发胆 腹中热 这个病是什么 这个病是痞的病 在内经也好啊 在后世一些的中医书 除了近代的一些中医书之外 这个黄胆呢 关键是痞胃 只有近几十年的中医书 才说黄胆是肝胆 但是不是说和肝胆没关系 人家说病先是 由肝来传到痞嘛 不是说跟肝没关系 但是 痞胃失热 才出现黄胆 痞胃不失热 不出黄胆 不是说肝精失热 肝胆失热 肝胆怎么就出了黄胆了 在传统的理论当中 不是这么说的 它是得传到痞 才黄 痞色黄 痞为土之色 那么说 现在为什么说肝胆就是黄胆呢 因为跟现在的生理病理联系起来了吗 可不是肝炎了黄胆了 胆脂阻塞了 胆道不通了 虞出来了就黄胆了 这不是这么 和现在医学这个联系起来 所以人们好容易认识 因此现在一些书也这么写 学生学习也这么学 其实从传统理论上 这个黄胆绝对是脾胃的问题 脾色脾胃图 脾色黄 当然病从肝传到脾 出现脾风 容易黄胆 腹中热 这个就不是在寒的问题了 已经不寒了 传遍传遍 那风寒之邪到体内早变了 还需散寒 不行了 到肺的时候 似乎还可以温温肺 宣散宣散 你看到这儿 已经热了 肺的时候 也不一定就都是寒了 只有在皮表说还是寒 到里边了 就不一定都是寒了 出现 就是到皮肤 麻痹 不人肿痛的时候 都已经化热了 不化热 怎么肿痛了 就很难肿 痛是可以痛 寒冥不通畅 道远可以痛 但是肿起来 一般说 那都是有热才肿 寒肿的时候也有 是水肿 这所说肿是 疮肿的那个肿 所以到这里 更明显的提出来 是腹中热 烦心还是热 热扰神明 热扰心神 所以烦心 出黄 尿黄 有黄胆了吗 古人也看到了 尿色也黄了 病在皮嘛 七色黄嘛 皮胆了 那个 这个皮疯了 发胆了 所以尿黄 当此之时 说当出现皮疯这个时候 已经出现黄胆了 尿很黄 心里也烦了 可按 可药 可育 还可以用按摩的方法 也可以用药的方法 也可以用洗浴的方法 洗浴汗出 也可以去去黄 但是这几种方法 联合使用 看来是应该联合使用了 单纯洗浴 治黄胆 那么可育呢 可用药育 对 有这种 有这种方法 就用药汤来泡 治黄胆 这个浴啊 不是一般的热水浴了 也就是说 不是像上面所说的 可汤 那个汤 那个汤是热水 这个浴 看来主要是指的药浴 用药物 煎水 来洗浴 第二个 可按是按摩 可药是吃药 服药 可育是药育 水 药水洗育 这样还可以 还能治疗这种匹风 如果还不治 佛治 匹穿之肾 土壳水 匹就穿之所胜之脏 匹穿之肾 并名于善甲 这个善甲 就是少腹部的疾病 有甲块 腹部有块 善就是善气 甲就是甲块 是指少腹部的疾病 因此出现了 病名叫善甲 出现的症状是 少腹闷热 少腹啊 反闷而热 同时疼痛 小肚子疼痛 出白 尿的 尿的是 啄 是白色的 尿浊 尿浊而白 尿浑浊 一名叫骨 还这个病名啊 还可以叫做骨 这个骨啊 是指的 虫子 有毒的虫子 叫做骨虫 但是这个骨呢 就是说这个病人呢 可以很消瘦 因为病啊 从皮毛 血脉 传到肺 传到肝 传到这个皮 然后传到肾 病已经 病程已经相当的长了 啊 病情 病已经很消瘦 很瘦弱了 这身体 所以叫做骨 就好像有骨虫啊 把人体的气血 都给吞噬掉了 消瘦了 当死之时 可按 可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用按摩 也可以用药物治疗 说还是可治的 佛治 还不治疗 甚就传之心 传之心之后 病筋脉相隐而急啊 引起经脉的疾病 使心的血脉受到影响 因而不能滋养筋脉 出现了筋脉相隐而急 出现了抽虚的症状 影响到心了 肾影响到心 而出现抽虚的症状 筋脉抽虚了 病名曰气 或者病名曰治 这都是由血不养筋 治也是治总 治总为了抽虚吗 使得血不养筋 而出现筋脉狙击 当死之时 可揪可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用酒法 爱酒的方法 也可以用药物疗法 佛治 五脏都传遍了 还不治 满十日法当死啊 五日已经传遍了五脏 又五日 全身的气血都豪尽了 阳明精气 已经豪尽了 所以 法当死 满十日 就原来传遍五脏 是用了五日 后来五脏传遍了 还没有治 再过五日 一共十日 那么全身气血 全枯竭了 所以法当死 这个时候就 就是病情很危重 或者叫死亡了 那么下面又说 肾因传之心 心继父 反而行之 行之肺 这上面不是说 肾传到心吗 心反过来呢 如果不死的话 还可以再传 又传到于肺 不是说法当死 就必死不疑 那么还有不死的情况 那么他还要传 再传的话 又从心传到肺了 发寒热 这个时候呢 又出现寒热的症状 本来到肺开始之初 就有寒热症状 但是转了一圈 回来又付反而传之肺 又出现寒热症状 这个时候寒热症状 可不再是表证了 表证有寒热吗 这个时候有寒热症状 就不再是表证 是一种危重的现象 所以法当三岁子 叫他有注视 这三岁当作三日 那个华博人 独肃问超 华寿 华博人的独肃问超 这个三岁就做三日 因为前面十日法当死 说没有死 再传到 再由心传到肺 已经发寒热了 病情很危重 才发寒热 这个寒热 不是表证的寒热 所以法当三日死 此病传之次也 这又是一种疾病传遍次序 是从表望里 传到里之后 又按五脏相传 按五脏上文所说的 上段文章所说的 那么五脏相克的传法 就是五脏相胜传法 这个呢 五脏传是从 开始是从外写 琴表 由表入里 首先到肺 由肺来传 开始 按五脏相胜传遍 此病之次也 也就病传之次 好 这又谈到一种病传了 连于上段呢 既病传遍 有逆传 有顺传 那么本段呢 前面又谈到了 外写 从表入里传 这都是 有一定的规律 在那里传遍的 一定次序 我们都可以预测 可以这个推测 这个疾病的发展 判断期 愈后 乃至于 病适加重的时间 可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律 那就说 除了一般的之外 就有特殊 不但是个别 而且是特殊 特殊什么呢 就是下边那段 所说的了 燃气 触发者 不必 置于传 触发 突然爆发的疾病 突然爆发的疾病 那么可能由于正气大虚 也可能由于血气太盛 没有这样的传遍次序 一下子就病情很深了 对吧 山寒论不是还有这个 直中三阴吗 他都不是外邪 从太阳到少阳到阳明到 三阴 不是 外邪直中三阴 直中三阴 无非是 从山寒论那角度看 无非是寒邪太厉 太肾 太严重 再有就是 人体的阳气太虚 正气太虚 那么这里所说的 看来山寒论呢 也就是本着内经的理论吗 燃气触发者 不必置于传 那就是特殊的 不是按上面 那几种规律传遍来的 那个疾病 突然爆发的疾病 一下子就很深入了 或其传话有不以测 或者他也传 但是他这个传呢 就和前面那几种传话次序 都不一样 没有次序了 或者说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这种传遍法 什么情况呢 容易出现 引起来 疾病发展就很深入 或者即使有传遍 也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呢 哪些疾病是这样的呢 或者有哪些原因呢 他说忧孔不以刺入者忧孔 悲喜怒 不按上面所说 这个传遍次序的病啊 他说最常见的是 七情导致的疾病 忧孔悲喜怒啊 是说泛指七情而言 七情治病 他就容易产生这个 不以刺传遍的这种情况 或者直接就伤害到某一脏 并不是外邪 从表到肺 从肺传 那不一定 也不是说从心 然后这个这个相克传 也不是 他一下子传到 到一个脏里头去 病很重 或者说从这一脏 又传到另外一脏 并不见得按相克这种传遍 所以他说 不以刺伏者忧孔悲喜怒 令不得已其次 故令人有大病一样 这种情况的病 应该说是很严重的 一发展病一些 就病位就很深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七情治病啊 先伤内脏 和外感病不同 外感病先伤人形体 五脏那个七情治病 一下就伤人气机 伤人五脏 我们不是在 阴阳音像大论里面 讲过这样的话吗 说喜怒伤气 寒暑伤行吗 阴阳音像大论 我们讲过这话吗 喜怒也是泛指其心 伤气 首先伤人之气机 什么气机 当时五脏 生降出入之气机 首先伤的五脏 五脏藏神 五脏人 这个这个 由于情治治病 首先一下就伤五脏 不必从表入离 不用从此脏传笔藏 所以他说这种病啊 反而是严重的 因而 他说下边又举例了 下边又举例 七情的问题 有恐被喜怒了 因而喜 大虚 肾气秤义 因而喜 什么大虚 心气大虚 喜伤心 心气大虚 心气大虚出现什么问题 肾气秤 肾为水之气 水来 克火了 因为心气虚 如果心气不虚的话呢 那么肾水 心火肾水 是相互寄计的 水火寄计的 心气大虚了 那出现水的现象了 水病出来了 因而喜 心气大虚的话 水气来秤 怒 在肝气秤 怒 在肝气秤 是怒 怎么样呢 怒伤了肝 来秤皮 大怒 肝气过胜 伤了 但是肝气胜 容易克害皮土之气 怒作 怒作 肝气秤皮 或者说 要读的话 当然它本身 没这个字 意思是 怒作 肝气可以秤皮 杯子肺气秤 杯子肺气可以秤干 孔子肯气秤肾 孔子脾气秤肾 孔子脾气秤肾 孔本来是伤肾 那么因为肾气虚 所以皮土之气 秤虚而入 忧则心气秤肺 孔子脾气秤肾 忧则心气秤肺 此其道言 说这就是 疾病的一种 忧孔悲喜怒 一些传遍 这个传遍 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可以直接伤害到 发病 病情就很深入 此其道言 说这就是他 这就是这个 不以次入 病情不以次传遍的 这个情况 故病有五啊 所以说五脏 五脏病有五种 肝心脾肺 有五脏之病 但是五五二十五遍 五五二十五遍 这个一脏又可以 兼记其他几脏 一脏之病又可以 兼记其他四脏 肝病可以记心 肝病可以记肺 肝病可以记肾 肝病可以记脾 肝病可以记脾 等等一脏又设计的 五脏之病 因而 病有五 就是脏有五脏之病 但是呢 又五五二十五遍 每一脏之病 又可以设计到 不同的脏腑 因而科研 五二十五种病面 继其传话 他也有传遍吗 只是传遍说的 规律性不是很明显 但他也传遍 传遍什么 传秤之名言 像传 这个传就是秤 秤虚而入的秤 五行生克秤物的秤 笔虚此就秤 笔形虚此一行秤 所以传 这里所传 也就是秤之名言 也就是秤 秤的意思 这一段呢 就是讲了外邪 从表入礼 然后先伤于肺 由肺按五脏相胜 而传 同时又提到 然其触发者 不必至于传 一种特殊情况 这种特殊情况 常见于 有孔悲喜怒 欺情导致的疾病 开始疾病就入于礼 开始疾病 就使得全身气急紊乱 所以病比较重的 你看这样说 从病传这个角度来说 是很全面的 联系上一段 先说逆传 再说顺传 本段又说外邪传入 从表入礼 再传到五脏的问题 除此这些传遍 规律之外 还提到 他就有没有明显 传遍规律的那种 不必至于传的 特殊情况 这样的认识问题 那才是 应该说才是全面的 如果所有的疾病 你全按那个传遍 自己去推理 不符合 那个推理的呢 却有不符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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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遍 次序的嘛 也是 特客观存在 所以从我们 内经理论上当中 也提出这样的 传遍的问题 或者没有明显 传遍规律的 疾病的传遍 这样的话 从理论上 应该说是很全面的 也符合临床实际 这个本段的 现在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课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